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會 陳馨怡 對不起 陳馨怡 對不起 要不要先講一下 剛剛遇到導演了嗎 遇到了 遇到了 他人就在旁邊 怎麼賠罪 哈哈 我會好好的跪一下 對 但是他 我後來離開的時候 在那個 手機裡面看到他傳訊息 跟我說說 他不在意 不管是淑女還是什麼 因為聽說他一聽到我的名字 眼淚就掉下來了 所以 還好 還好他大人有大量 對 然後他有說我愛你 這樣 他就在抬他大笑啊 但是他有說說 他有料到 他就是在心裡在想說 會不會在心裡 因為他上台會講錯 然後他就料到 第五十七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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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先講一下 剛剛遇到導演了嗎 遇到了 他人就在旁邊 怎麼陪罪 我會好好的跪下 但是他 我後來離開的時候 在手機裡面看到他傳訊息 跟我說說 他不在意不管是輸你還是什麼 因為聽說他一聽到我的名字 眼淚就掉下來了 所以還好他大人有大量 然後他有說我愛你這樣 因為剛剛評審說其實差一分 警華就輸你了 你看我就知道 然後有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他也是有詞耶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強的演員 所以其實他得我也是心服口服 然後那個時候喊到我自己名字的時候 我真的是腦袋一片空白 但我就覺得旁邊的三位女演員 我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跟她們 不管是握個手或者是打聲招呼那樣 那我未來假如有機會再遇到警華的話 也是也有可能會輸啦 真的因為他就是有很多的 他自己屬於他自己的表演能量 所以我接下來其實期待的是 跟他一起合作 我是期待跟他一起合作 這一次閒盛啊 你覺得在哪一方面 你自己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這樣的努力在哪一方面 這一次應該說我沒有像以前那麼努力 就是四樓天堂我其實想要嘗試的是 從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視角 看到的放鬆是什麼 所以我想也許是這個 謝怡軒在嘗試表演上的放鬆 是有被評審們看到的 然後他們也願意肯定 我會以後悔剛剛罵了你 他也很後悔剛罵了你 他也很後悔 我也沒想到 他都已經發生了 就是電視機前的爸媽 原諒我們 我會面對什麼 沒有面對什麼 沒有 自己平常就是開玩笑 然後跟好的朋友會說 對對對對對 但這不是一個好的習慣 但拜託 對對對 大家原諒我們 不打個原諒 對 有觀眾說 現在的反省 完全就是家裡 會顯得好嗎 我只能說 我感謝我有拍了 蘇與養成的場面 因為 應該不是 對 在場上發生了 陳家裡會發生的事情 對 但 對 但已經 已經發生了 所以也沒辦法 就還好 還好導演 還有團隊不是會計較的 那樣子 對 剛好反而是那個 導演啊 然後那個樓煙 編劇 然後還有那個 之後的工作夥伴 跟安瑋 這樣 可以 謝謝 謝謝 因為導演他 因為導演他 他就在陪他大笑 其實有聽到他大笑 所以他看也沒有答 他今天有說 要不理 太好笑 他有說說 他有料到 但是他心裡在想說 會不會是 上台 就不會講錯 然後他就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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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聽到戲 然後他就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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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真的是 很好 好 networ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